我们看到我们的主队RNG的队员们 来到了对战席 他们也在争分夺秒地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以及观察对手在前几局比赛中的表现 没错 都是很认真 现在还依旧是在看之前的一些 比赛的视频 还有包括看到我们新入到RNG大名单的 Crying 新中单Crying选手 还有包括我们KFC的补给助阵 莫力赞助 而连影片 方PLUS Fenix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先发情况 坐镇主场的RNG AmazingJ KASA 小虎 Yuzan和小明 是的 在此之前的话 包括说AJ他的状态也已经逐渐地回暖 而且包括像KASA以及小明等选手 他们的状态是一如其往地稳定 那再看一下今天来到客场挑战的 FUNPLUS战队的先发舞虎 个人对FUNPLUS的看法的话 我觉得比较像是DoinB带着小打野在玩吧 就是我觉得他们打野看起来 还是有些经验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 我感觉比起针对他们打野的话 我更希望能跟小虎联动去压制DoinB 好 赛前话说得非常狠 还是一个中叶节奏要去压制DoinB DoinB很明显没有听到这段话 他现在还处于一个非常的开心的状态 而且对于DoinB来说 他每次在赛前是吧 赛前在这个对战型暖场的时候 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小天你要carry哦 不carry 这锅就是你的哦 但是我觉得小天学友在之前的表现里面 是真的完全不负他的队友 他的战队以及他的粉丝们的一个期待 没错 芒僧加上瑞兹这个前夕有可能在中叶节奏方面 会对短腿容易受到干客的左翼形成不小的威胁 那这样的话看Casa要选用什么了 Casa在之前的一些包括说NOC 还有包括说像就是卡兹克都是可以选用的 但是他这把选出了雷克赛 雷克赛在后续的这个比赛途中是有加强的 就在9.4版本算是打野的一解了 最后是拿到了吸血鬼 对 吸血鬼跟波比两个人算说是比较5号 但是波比基本上不太好阻止吸血鬼的成功发育 对 就前期的话基本上AJ在线上 就是跟这个吸血鬼在线上就对着浓 然后等到终止 RJ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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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军出击 加油 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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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把杜鹰比赛中路遭中了 小鹿一波对拼 小天已经来了 这一圈先顶起CRISP 然后这边闪现铁猴 吞回来 这一波小明应该走不了了 天拿下了这个人头 但另一边的话 小虎已经到场 这一波CRISP是没有闪现的 刘青松肯定要被卖掉 但林伟祥这边也在接 感觉有点难走 而且后续KASA也来了 旁边UZA已经收掉刘青松 而后续的话 KASA一个搜寻猎物 直接带走了林伟祥 对 这一波的 虽然说是FUNPLUS先找了一波解奏 但是随后RNG的中野两个人 支援的速度太快了 我觉得这也得益于 之前击杀了一波瑞兹 导致在中路左翼 有一个先行抢夺兵线的权力 这个速度 因为在此之前 杜鹰比中路遭到击杀的缘故 所以FUNPLUS的中野 是慢了RNG中野一步 咱们这个时候看小地图 这个时候杜鹰比的瑞兹 是刚刚好 是被困在塔下收拾那波兵线的 对 这没有办法 就这种小星星的雪球 然后被RNG抓住了之后 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除非说FUNPLUS这一波不动 那这样的话 那只能就是说 维持之前的一个小猎实体 说节奏 节奏到 KASA开始Solo这条 虾谷前锋 左翼在旁边还能援護一下 而且他是挖地道 从上面下去的 所以这一波是避开了 核道线的视野 这一波 FUNPLUS可能没有预料到 那虾谷前锋拿下来的话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破1塔 然后换线去压制 压吸血鬼的发育的这个战术 可能RNG就会成功 现在吸血鬼 看看有没有这个嗅觉 盲层跟瑞兹 是被左翼一个人逼在了中路 吸血鬼 看一下 看到了 但是没有办法 惩戒已经拿到 对 他可能还是想要拿塔 还是想直接就拿到防御塔 对 直接拿塔 这一下睡到了 很精神 塔姆身上这个白盾没去开 刘青松这一波稍微有点大意 他有点瘫 他想瘫那些灰色血量 一会再回回来 他以为救赎能够落下来 能够救他一命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艾卡西亚暴雨 最后一下子 直接把他给带走了 下面又打了撞 猫虹虎 两个他们吞回 威鲁斯 扭身走回 我这边AJ被暴住了 AJ这波怎么说 感觉有点难走啊 吸血鬼 身上还有个吸血鬼 一爆吸血鬼跟闪再接EQ技能 但是下路的话 医血鬼应该可以顺利到手了 对 有个不小的优势 隔墙睡到 跟上猪猪 这次顶起 四个人一起扑上去 最后 艾卡下了暴雨 有U在收获这个人头 哇 猪瓶币现在导致有点大 突然来了一波脱麻将 这几波小虎的催眠气泡 一波在下路隔墙睡 一波在中路隔墙睡 帮助RNG奠定了下路 中路两波优势 哇 中路塔也顺势倒塌 而接下来的话 林伟祥的血量也下了一半 这个塔不太好 守鸣闪现 嘲讽接这一冲拳 CRISB开除了白盾 再接闪现 但另一边的话 不怪索列是被鸣的一个闪现 精神给躲掉 但是鸣这一波感觉有点难走 最初的盲森 又被小虎一个PokePoke残 爹夫两个人都残了 中塔也不好手 这一波等于是利用小鸣的性命 换掉了中路二塔 孙瓶币直接仗着自己有余阵 向鸣血塔打一波输出 而另一边小天是被追到了 小虎又把小天 直接打到了一个半血以下 这一波 小虎今天连续的几波 这个催眠气泡非常的精准 而他还想做机器的追击 孙瓶币直接一波断后 随便气泡被刘青空伤量的进化解掉 这一波 方不达斯的阵型保持的不错 虽然说几名大将的血量都不太足 但是至少是大家平均分担的伤害 而且虎瓶币这个阵容 正义荣耀代表了他有点想去编带的 因为正义荣耀他本身 他可能觉得他会面对 睡到了 睡到小天 克里斯不赶紧吞进去 想抓就大了 这波方不达斯要做交换 但是这个打的速度怎么样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有瑞兹和威鲁斯 这个速度应该是可以的 RNG直接选择放弃土龙 同志 刘青松直接被打残 应该还是小虎 在旁边通过Poke把刘青松打残 是 那这样子的话 另一边波比跟雷克赛又可以回去 轻轻松松的把这个土龙给拿下来 也没有保好的话 很有可能RNG就会去选择偷大龙了 当时开个车正与荣耀的瑞兹 这些先要动小明 富朗护盾暂时是比较柔的 但是护盾结束之后 这个障碍就已经打足了 虎虎虎虎再两个局面 盲增之上被套了一个引燃 但是小明已经先倒了 卡莎通过维鲁斯做了一个位移 再交闪现 卡莎成功地逃脱 哇 这一波UZI本来是一个 没路可逃的一个局面 但是他的猎手本能出手的一瞬间 骗掉了东一币的闪现 最后再闪现向河岸 这一波突然的一个从南到北 这一波逃生秀是有点厉害的 没错 这一波等于是小虎的闪现法 小天给带了下去 那这样的话一换一 但是RNG是顺利拿下了大龙 由方普拉斯这边 哎呦 这个车面气候 是被林伟祥纽森躲过 那中路的兵线现在 方普拉斯率先拖了过去 形成一个小包夹 对此从后面正确上开过来 先要去开AJ AJ已经被打探了 成为菲利克塔姆 但是不计事 中路的兵线 依旧是方普拉斯 站到一个优势 又开了一个假车 应该是要迷惑一下 没有人上车 卡了下RNG中将的一个位置 现在RNG 虎虎虎虎虎 刻意不太好去接拦 哇 这一波方普拉斯 主动竖责 哇不是的 哇 这一波方普拉斯主动进贡 哎 但是另一边睡到了金贡 转头有刘 courtroom 一口突然闪现 després qued完 赶紧蔗 LNG这边终于是迎来了一波 加弹弋弦 要赶紧回推 这是一波 还想再去留 这再rikeard 这一波的话 RNG本身拿到了大龙Buff 却反被方MAS推了一座塔 现在很着急 上来刘青松这一波肯定要遭中 没有闪现的情况来 交了一个金身 最后被小虎收掉了人头 闪现进来的金狗 给了大招 但是旁边有一个金身 卡扎闪现脱离之后 没有遭到击杀 后续小虎再上来 但是被牵一波 小虎被丢到了 我的天 这个蟒色 再会击一个挖掘机 同时这边已经被打出了一个复活甲 加利奥也倒了 在等U战 四个人在等他 AJ也没有办法 哇 这一波金狗跟小天打得太好了 最后是帮助林伟祥 拿到了一个Triple Kill 而RNG这波大龙Buff的推进 直接宣告失败 这一波小天打得太好了 而且刘青松这个苗表 也帮助队伍 撑了不少的时间 卡扎过来 转头 被这边金狗的一口 直接多残 虽然说金身归必要了不少的伤害 但是这一波可以看一下小天 满血的时候一脚 找到了小虎 转头再一个 神龙白尾 牵上了金狗的一级 直接炸死 他是在KASA钻地洞的过程中 正好钻到一半给踢回去了 对的 而且全程林伟祥 是没有人能干扰到他的舒服位置 对 而且 BombPASS再一次把RNG赶到了下半部 现在兵线 没办法掌握正面 垂飞两人 垂飞两个 但是这边有一个余阵的瑞瑟 还是非常的精力 同时正面有一个吸血鬼 到这RNG就不敢上了 黄泽已经被顶到了墙上 对 幽黛开出一个精力成的甲料 赶紧给他保护一下 幽黛这边闪见 幽黛但是没有死 但是挖队已经先倒了 同时小明也追他而去 而里边看下红泽帮四个人 几层的AJ 被五个人击火 幽黛也被黏上 幽黛这一波没有召唤之技能 叶飞带走 西线鬼一波 夸权KILL 金狗终于舒服了 他想要参了一辈子的团 终于在最后一波 拿到了一个四杀 这一波可能要一波了 最后这一波团战 AJ跟小明之间的配合 出现了大失误 AJ垂飞的人 正是小明想要 闪现嘲讽的两人 结果两个人 在同一时间出手 发现 有点尴尬 最后那一波 是的 那这个复活之间 已经远远不够了 我们恭喜风塔斯 做客北极 优先拿下一局 很可惜啊 对于RNG来说 前期是成功地压制到了 方普塔斯最为以上的 中野点位 但是没有想到 在后续的团战专业上 方普塔斯居然在这一把比赛 打出了优于RNG的团战表现 嗯 没错 就是RNG在前期 虽然压制了对方的中野点位 但是这个雪球一直没有滚起来 风值仅在了 1600块钱的经济左右 而另一边 等到24分钟 最后那波团战之后 情势直转直下 所以你觉得这场MAP给了什么 金狗或者小天吧 小天可能 因为他抓机会 更加的 最后的导数第二波 是相当给力 但最后一波 金狗太漂亮了 看一下吧 一起来看一下 金狗 吴亚瑟和大金狗 现在是他的第三次MAP的 一个表现了 没错 这场比赛 一开始一个1-0开局 然后就 骨鱼没有团战可打 每一次团战 大家都不叫他 而这个RNG也不叫他 方普塔斯觉得 他也来不了 但是这个金狗表示 非常地头疼 终于在真正的大后期 RNG拿到大龙大富 以后 因为没有办法去分推 以及没有强开 导致经过一次一次的 成功参团